1、2、3 地產代理其實很簡單 我們是一個媒人 賣家、賣家、修容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入地產代理實戰班 我是Brian Chen 之前有個Family Office的朋友跟我說 我有一個客人想買一間地產代理公司 我跟他說地產代理公司 我們這一行如果我放賣 我都不會到處說 最多就收拾了它 你要買的話其實都比較困難 會不會客人想著開一間地產代理 自己直接開 如果他有考到地產代理牌 那究竟開一間地產代理要多少錢 你每年要花費多少錢才可以開 那我今天就想輕輕地去說一下 地產代理監管局的網頁裡面都說了 如果你要拿一間地產代理公司牌照 你需要符合以下的條件 第一,你必須是一間公司 當然你可以個人牌照 但是公司牌照才容易去運作的 報稅 第二,最少一位董事 持有有效地產代理牌照 即是E牌 第三,必須由一位持牌的地產代理 實際地控制這間公司的地產代理業務 很重要的 有個E牌的人坐在那裡 是我們的經理 分行經理 第四,每位董事都是適當人選 當然,第五,公司本身也是持牌的適當人選 這樣 一間地產代理公司每年的牌照費 就2800元 個人牌醫牌2000元,鬆一點點 這個也不是最貴的 開公司當然是5000至10000元 我不知道你找哪個核數師或會計師去幫你開一間一人公司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需要找地方 譬如是一間地鋪或是一間寫字樓 地產代理其實很簡單 我們是一個媒人 賣家、賣家、賣家、修容 業主、租客、修容 你如何去找到業主或賣家的資料呢 你憑空一間公司是沒有的 除非你入行很多年 你本身已經有一些客路 這些是除外 所以邦間又有一些第三方的公司 我知道有EPRC、科一或是AgentBase等等 他們都會賣一個系統給你 而這個系統 裡面已經有一個我們叫中央叫價盤的東西 即是業主登報紙 在他們的網站上列列 這些盤他們就會把所有資料罵在一起 放在這個系統上 但是這個系統不便宜 因為平價也要一萬多元 貴的通常都是兩、三萬元一年 而且隨著你員工的增長 它也會越收越貴 每一台的桌子機都會收錢 這是我們地產代理的一個課程 還有一件事就是你的廣告宣傳 你擺放28屋、spacius 之前的square foot,現在AM730等等 每年我們公司一年都花了20萬以上 去進行這些廣告費 如果不是你不做廣告 你又如何吸引到買家 如何吸引到租客 所以你也要付出這個成本 然後如果你要租一個店 店要裝修 我見過一些地產代理的同業 他們說幾千元已經可以裝修一間店 我們是做不到的 因為通常我們都要預約 20萬左右去做一間店的裝修 一間店的店租 可能你好運算要找一萬多元 或者你去到五萬元、六萬元 很多時候我們計算過數 四、五萬元內地產代理就有得做 如果太多,如果細行來說 是比較難做的 說回裝修,裝修裡面包括你的玻璃 你已經有一塊很大很漂亮的玻璃 廚窗的Display、電視機、招牌、地板、長身 你的電腦桌子要Telemic 因為我們的空間有限 所以我們不能買現成貨 你可以買二手的電腦 每部四千至六千的電腦 看看你有多少人 最加上剛才所說的網上 一年的基本的Fixed Cost 除了租金,你用這款 我相信已經達到二十多三十萬元 如果以一間店鋪來說 所以開一間地產代理 你想有生意的話 其實幾十萬一年都不能離開 有志上,好像我現在的專業所說 將你變成一個老闆 大家都可以PM我,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如何在這麼艱難的時間 去開一間地產代理 去創業 現在很少人創業 如果大家有興趣創業 我也很樂意去分享這個創業的經驗給大家聽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不想開地產代理 我想用一種叫做什麼 我是一個磁牌的地產代理 不過我想自由身 我有一份政績 坊間當然有些公司叫掛單 今成物業有沒有掛單 今成物業肯定有掛單 如果大家做事都好像我們這麼奇麗的 這麼清晰的 對買賣相方的 歡迎大家考慮一下 將一張單掛來我們這裡 我們大家一起去共建商機 希望也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想開地產代理的 歡迎大家PM我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如何在這個行業裏面發展 去做大它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7月6日 7月9日 8月9日 尊重 1 8月9日 9日 4月9日 取得 8月9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